两个孩子一间房 经常生龙凤胎的夫妻都知道 两个孩子一起学习就如水火 一眼粉朵就很干化 关键两个娃身体疯涨睡觉没隐私 温柔娴熟老婆雷厉 一 几根方管做一圈 中间横竖焊接更好 几根立柱做支撑 外包几块石木面板更环保 上面再盖上透气的排骨架 二舅妈家里搬来松软床垫就是床 墙面贴软包睡觉才舒服 木线条收口更美观 床头挖两个薄薄的洞 木饰面贴面 插座开关装床头 偷偷给手机充个电也方便 关键还可以当床头柜使用 两个孩子平起平坐一视同仁 有自己独立的修宿 可以横着睡空间足够宽敞 二 木饰面隔墙 安装磨砂推拉窗 方便交流四下的空气 嵌入现行感应灯 半夜起床不摸黑 两个踏步坐台阶 下面抽屉放满两个孩子的内衣内裤 上面抽屉放满充化被送的臭袜 里面安装轻砂杖 防纹防抢充推翻 三 床围给两个孩子做书桌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 下面做四个活动带滚轮的大抽屉 专门收纳两个孩子过季衣服 推进去也不占空间 放上学习用品就是书桌 两个孩子分开学 一起考进985 四 靠墙延伸做书柜 这容量连高耳机都直不高 关上门更整洁 旁边给两个孩子做一排大衣柜 上面放过季的后面背 留个区域挂闺女漂亮的长裙子 另一边两个人的裤子上衣卦下 安装玻璃门 实用有点 记得安装个窗帘 遮光睡觉才舒服 关键两个孩子 或是这样设计两个孩子 睡觉学习互不打扰 睡到成家立业都没有问题 全家更合理 五 也许这个设计不适合你家 那就手机安个住小邦 直接点设计我家 直接搜小区名 一秒匹配你家户型图 免费生成专属你家的3D设计图